我们都结婚四十多年了 也都是老夫老妻了 我就想让他再别折腾了 这么大岁数了 我们就好好的在家养老 多好 现在呢 他一直想让我天天在家待着 真是有点不能接受 我觉得我身体啊还硬了 我就想多干几年 也都是为了孩子嘛 我现在就要求他赶紧真正的退休 没有商量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樊先生六十九岁来自河北个体 田女士六十六岁来自河北退休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69岁了 对 看不出来啊 现在在成都生活是吧 在成都生活 资料上说是河北的怎么到成都生活了呀 是单位 在没退休之前 单位派到那儿搞销售的 哦 这去了多少年了 去了 200年去的 哦 对 十几年了啊 十几年 你干嘛呢 帮我劝劝他 劝什么呢 你看他69了 啊 他还是天天往外跑 啊 就等一天不着家 几点钟往外跑几点钟回来啊 啊有时候早起 六点多就走了啊 啊 一天才回来 有时候走了以后 上班吗 下海 下海又 逐步的又办了个工厂 非常忙 我也理解他 大小事呢 他也没人商量什么的 是不是 有时候有抱怨 有时候给他解释 解释因为你 工厂的事还等着你呢 业务上的事还等着你呢 只好就是 有时候就就 抱怨两句吧 我就顶两句 就不管他 我就走了 哦 我问问啊 这个孩子应该都大了吧 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没有 在一个城市吗 在一个城市 在一个城市 应该有第三代了吧 孙子什么都有了 就是 就是有第三代了 还是生了一个双胞胎 哎呦 好啊 幸福啊 啊 幸福 啊 我累死了 哦 您看啊 他天天不着家 还都是我的事吗 哦 等于您现在 还要带孙子是吗 啊 还要带孙子吗 双胞胎俩 啊 那累坏了 所以您希望他回家 管管家里的事是吧 我叫他帮帮忙吧 哦 是不是 那孩子怎么看待 爹是这样呢 我这个儿子 先前是跟着他了 现在呢 现在没有 为啥呀 他那个工厂啊 儿子也不想干 哦 就不想接他的吧 哎 不想接他的吧 哦 他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 哎 到时候这个 办好了这个 给孩子 叫他接了班了 嗯 是吧 也是给他一个 怎么说的 好的那个 以后就在经济上面啊 各方面都 都能留下一点嘛 啊 但是孩子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事 哦 他不愿意接他的班 我就说 我说 你不能天天养着儿子 他又不想干 嗯 你在这儿 你还得养着他 是不是吧 我是不同意 那现在儿子自己 有工作了吗 自己能挣钱了吗 是啊 现在是自己有工作 但是他有孙儿的 还是我们得帮着看孩子 他们上班了吗 哦 我们看孩子 就是说他也在外面跑 我一个人肯定 这家我太忙太累了 现在家里需要那么多的钱吗 到这岁数 还需要您那么拼搏吗 孩子虽然工作了 他生了一个双宝胎 不懂觉得吗 这个双宝胎 尤其是两个孙女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要是 要是养两个孩子 很不意的 一旦 因为我已经有这个基础了吧 他想在这个基础上 商务能再挣一点 将来 给他们贴补一点 是这样的 那你就让他去呗 又有想法 到这岁数 干点让自己喜欢的事也挺好 但是确实您辛苦 我辛苦这不要 他这现在多大岁数了 69了 70上走了 他还天天这个样 是吧 我看人家别的 那老两口就像这个岁数 都是去旅旅游啊 是吧 上哪里转转啊 我要跟他来到成都 我就哪儿也没去过 所以您其实希望 他享受一下退休生活 对 带您出去玩玩是吧 再说这么大岁数了 你身体 你觉得你身体好 是不是 你这个病 谁说上来 你必定你这个岁数在这儿 所以我就希望他 就彻底就退下来 老两口可以出去玩一玩 旅旅游了 过过这个晚年这个生活嘛 是不是 所以让我们劝他 是吧 对 叫大家都劝劝他 就叫干脆不要干了 那个钱挣不完 对对对 钱挣不完 钱挣不完 关了吧 男人嘛 就应该有男子汉的精神吧 小时候不倒只管推 身体确实我身体还挺好 再一个并不是每一个人 在社会上都有这种机遇 对开一个场 能下海能取得一定成绩 我对我取得的成绩 对我这开了这么个公司 我还是挺挺珍惜的 随随便把它关了 觉得很不甘心 在一个给朋友 现在就是一块干的嘛 要把这个弄好嘛 自己来成都以后吧 感觉到成都这个地方 又是个一居城市 有很好的创业环境 后来就把家 把孩子弄过来了 自己呢身体这么好嘛 也不能成天去游山逛水啦 打麻将啦 喝茶啦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性格 所以还想往前走 好 现在工厂好做吗 什么时候工厂都不好做 都不好做 是在人为 有大的困难吗 现在工厂 小困难肯定都会 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以后 因为前几年的努力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嘛 还不是说往前走的话 并不是有太难 或者太大的困难 不过就需要 比如资金投入啦 需要你继续努力啦 现在还需要资金投入吗 要想扩大还需要 那您还要扩大吗 看看机遇吧 有机遇了 还是有点想 所以您了解他这想法吗 他可没想退 他不仅不想退 也想扩大呢 他扩大哪有钱啊 钱从哪里来啊 你想家有房子 可以贷款嘛 想抵押贷款 结果他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个闹得很凶 他把房本都给藏起来 等于他想扩大再生产 要押家里的房子 您藏了房本了对吧 所以您说 可能一方面是考虑他的身体 希望他退下来对吧 第二方面可能还 你也别吓折腾了 万一把家里的房子压了 什么都没有了 到了老年 还没个指望和依靠了 然后再加上自己闲下来了 也希望跟他享受一下老年之乐 到处走走玩玩 所以您在迫切地希望 先生能够彻底地退下来 是这意思吧 对的 让我们劝他这个是吧 就身边 其实这种老年人挺励志的 特别励志 就69岁 我还想干 我还想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或者说 我还想为我自己实现一些价值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但是家里这头说的确实也对 又担心身体 又担心其他的 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 来 郭红秋 你在成都有这样的一个工厂 有这样一份企业 儿子不愿意去干你的这个工作 你可能更多的 也是要对孩子有点尊重 儿孙自由 儿孙福 就像婚姻一样的 我们不用太枉字费神 孩子有了两个孩子 有了第三代 值得高兴 但是孩子确实压力很大 但这种压力 也应该让孩子自己去承受 自己去面对 我们不能有了儿子 咋就成了儿子 有了孙子 咋就成了孙子 老年人也有自己的幸福 也有自己的生活 这一点我非常支持你老伴的观点 另外你有这样的一个事业产业 但是你要把家里的房子拿去做抵押贷款 老伴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 一旦有个万一 那可能你给家庭 给子孙就带来麻烦了 这一点你也是不愿意的 我们再说他69岁 其实老年人到这个时候 他特别敏感 如果你马上就让他不干 他会感觉 我被这个社会抛弃了 我还有一个存在感的问题 价值感的问题 他还有一个成就感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还真不能说 让他说不干就不干 给他来一个紧刹车 这样的紧急刹车 他无法承受 我们只能劝老伴 慢慢地做减法 好不好 好 谢谢包包兄兄 平衡 好 来 余老师 那个 范先生啊 您这么努力 这么励志 的确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感觉到佩服 那我特别想关心 这些年做生意赚钱了吗 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赚太多钱 好了 那不用说了 我就猜到了 因为我看到说 还有压房本 一个70岁的人 这个年龄 如果还要用透支 自己原来的积蓄 去做生意 这要透支 你透支是金钱 那你的励志 其实也在透支 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 没有达到那个状态 你的心气很高 你的心气 永远比你的能力高 我问一下 阿姨 是不是这样 是 有些想法 他想得非常好 但实际上他做不到 对 是这意思吧 是 这个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说的话 有点不太好听 因为气数大了 有些时候 他的这个想法 想到有些偏幼稚 这是我看到的 那清学球 用上话来讲 这个如果你40岁 30岁 20岁 你冒点风险 OK 你有翻版的机会 今天已经快70岁了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和资本去翻版了 这时候的透支 是不够支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更多是 为了满足你个人的 一个小想法 那么实际上呢 你希望为家人好 但是 你至少把你的妻子 给冷落了 这些年 你可能一直在 疲于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成功 打着 为孩子 但是你却没有 为老婆 那么我觉得 在爱情层面上 旅不旅游 这个照顾不照顾孩子 我觉得都是妻子 至少你应该照顾一下 妻子的感受 那个事业 不是你一人的事业 它也是你们家庭 当中的事业 所以请你 做这样的思考以后 你再来决定 未来路 怎么走 好吧 好 谢谢佑老师 来 曲总 大姐 如果大哥 听从您的意愿 现在就回到家里 这个场子 不再管了 您觉得它会快乐吗 我觉得它会不快乐 是 这是您所希望看到的吗 我有想的 慢慢可能就适应了 您说到的慢慢 是吧 尤其是我们老年人 现在一定得是 要慢慢地 做一些未来的规划 让所有的动作生活 都变得慢下来 这样才会 不发生什么突发的事情 刚才大哥说了 身体很好 他所谓的身体好 其实更大的一部分 是在于 自己有一个心气 但如果一旦突然 他换成了 您所希望的那样生活 他可能身体上 都可能出现问题 因为一下觉得 无所事事了 一下觉得空老老的 这种感觉 您能体会到吧 所以说 不要着急 既然我们老年人 就慢慢地 做一个改变 慢慢地调整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要给他 极大的这种支持 大哥 同样的类似问题 我问您 您还是这么忙 大姐会快乐 她当然不愿意了 她肯定不会开心的 对不对 她希望的事情 您知道 只不过短期 您是做不到 对不对 但是您忙了 几十年了 大姐也 不能说是 自己很孤单 但是缺少丈夫 陪伴 一起在操事家的 这些支持 对不对 这她一直希望的 都没有给 为什么不能给呢 我们做人不能太自私 是不是 那不能我们慢慢地 转化一下角色吗 慢慢地 我们也要 多考虑考虑 老伴的心理感受 好不好 好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涂老师 大姐 特观地评价一下 您的丈夫 做生意的能力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她 不行 不行 她这些年来下海折腾 没赚到什么钱 是吗 对 她说想让儿子 继承自己的事业 其实她也没有什么事业 可以继承 是吧 也就是一个小 如果她的生意做得大 收入也很高 她跟李嘉诚一样 你还让她做吗 那肯定让她做 那儿子会争着继承 对吧 所以说其实今天 不是来劝退的一个过程 是要帮助大哥 清醒地自我认知 以前是工人 后来下海经商 一直以来 想有着一颗事业梦 但其实自己并不是 做生意的材料 忙来忙去白忙活 虽然这种行为很励志 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 这种所谓的励志 带着一定的盲目性 你不知道自己做生意 做得怎么样 你很清楚 但你就是想做 甚至不惜要把家里的房子 拿去贷款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行为不光是盲目 而且还自私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本身 要大哥自己啊 回顾一下自己 这么多年的行为 去判断 什么样才是成功 今天送你八个字 阳光普照 三代同堂 这很幸福了 你偏偏要扔掉 这种所谓的幸福 去找你自己的 所谓的事业 成就感 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有点 剪了芝麻 丢了西瓜 而且这芝麻还没剪着 说白了 儿子不愿意继承你的事业 是你无业可继 他看不上你那事业 但同时 你也要感觉到欣慰 儿子没有靠你 也不想靠你 人家自己找到了 稳定的工作 但话也说回来 儿子越不靠你 越是增加了 你的颓败感和挫败感 对吧 你越是感觉 你看我这么打拼奋斗 我想让你继承我的事业 你不愿意 你是瞧不起我这份业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真的应该感觉到 妻子身体健康 孙子是双胞胎 儿子不靠你 自己搞得了稳定的工作 这难道不是 你作为一个父亲的成就感吗 你的成就感难道非得是你的摊子铺的有多大 你的银行卡里有多少数字 你带领了多少人创业吗 那或许是一种成就感 但是你不适合 更何况 普通家龄 寻常家庭当中的老头的这种家庭生活幸福 你已经拥有了 你何必再折腾 你现在如果让他不干 他会病 他不是心病 身体都有可能会病 所以我认为 你现在这个摊子不要再扑大 你要真的觉得生活充实 你就要去干一干 但没有必要把摊子再扑大 你把这种所谓事业的奋斗 当成是一种快乐 但不要去追求规模的大小 更不要去怂恿儿子去进成你的业 很多男人这一辈子事业上 就是平庸的 是平凡的 但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和平凡的父亲角色上 能够把他做好 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好吧 清醒的自我认知吧 好不好 祝你们晚年幸福 好 好 谢谢附老师 想干就接着干吧 想干就接着干吧 摊子就别再扑了 这个是一致的 这个看法是一致的 看起来其实是有点保守 但是这个保守 主要是有一个担心 不是怕他赔了 而是说 你何必让老伴操那个心呢 就干吧 开开心心的干吧 我倒觉得挺不容易的 就是我就一点 我就觉得69岁 能这样太不容易了 自问我是做不到 生活里面大多数的人 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 我怀揣一个创业的梦 人家厂子开了很多年了 养活了一家人啊 虽然没挣什么大钱 小钱也没少挣吧 承认不 反正房子是买的 房子是买的 你看你看 房子是买的 存款还是有点的吧 对吧 您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的打算就是说 这个岁数了嘛 高高兴兴的出去玩一玩 走一走 行 跟谁去玩 跟老伴呗 所以其实说白了是 您抽点时间给他 每年休几个假 厂子咱接着开 休几个假 也许您放松的经营 还扩大了 这说不好 我们不谈经营的问题 我也不懂 但是我懂一点 一个人实实在在做事 在他69岁的时候 还愿意为之付出 还有热情 我觉得就不容易 好了 祝大家这个 到老年时光的时候 还都能有这么一段 快乐的这么一段 我是觉得特别快乐 我是我 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哎呀 我要69岁我这样 我真的挺羡慕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请60秒 老伴 我也知道 你心疼我 我通过这次活动吧 根据感到 这个老伴对我的情谊 我非常感激 听人劝吃饱饭 我就慢慢地往下退 而且争取快一点 到时候 咱们就像你说的 享受老年的生活 去转一转呀 把生活弄得安逸一点 在成都嘛 享受享受 成都的美食 成都的美景 还有咱们的晚年的人生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我等着 所以说呀 下一步了 我就逐步地推下来吧 推下来以后 慢慢实现咱们这个 你所说的这种状况 来 请亮灯 大姐特狠 我等着 来吧 看一下你们爱的记忆 箱里放的是什么 我不看了 我就不看你送的啥了 不是 你们干嘛都 我看看他给我送的啥 您看 您看 您不看了是吧 不看了 这里面是房门 让您押去做买卖的 大部分是一堆蛮丸在里边的 回去吧 回去吧 请回 请回 叫他当面看看 你看不看 不是 人家进去看 来来来 您回去吧 来 请关门 其实挺难得 录这么一个挺励志的老人 不是珊瑚大家说 你要为梦想什么 不切不是 因为你看到了 他在做在干 就看到了那股精气神 请凯文 来 站这儿 站这儿 好 请站这儿 那里头放的什么呀 抱歉啊 是我们两个人一身 值得留念的一个东西 一个老物件 争取把它带到下一身 这个是个 我们那个年代的结婚证 而且这个结婚证 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您赶紧收起来吧 这是您家的文物啊 收起来 收起来 有请我们的小八童 有请 谢谢 谢谢 我回 谢谢 我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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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